就他比如说中国共产党他说我也改革开放了呀 改革开放了就说中国发展起来 关键是你改革开放 我们中华和平革命党如果掌权了 我们他妈搞改革开放了 不是一样比共产党搞得也更好吗 对不对 是一样的 就不要说谁搞改革开放 不是你共产党能搞改革开放 其他党派一样也能搞改革开放 而且告诉大家 民主的改革民主的开放 比你共产党的改革 比你共产党主义开放 要彻底要快要迅速 还有有效 人民呢能够得到更多的经济成果 而且更少付出一些改革的代价 很多人就说我们改革开放了 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果 但是呢 你看到这个开放 所付出的这个代价到底有多少 历史人 很多人说我历史人就看那些写来纸上的东西 很多东西他没有写 很多东西他没有写来纸上 他都被遗忘了 那些遗忘了才是真正的代价 他不仅在活着的时候 因为他成了这个工具 他死了之后呢 被遗忘掉了 当没有发生一样 对吧 所以的话中国的这个目前 就是说大陆这个楼县区啊所取得的一些 比如说楼县区取得的一些经济的建设的成果啊 他不是说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功劳 而是说付出巨大的这个人民 这个人民牺牲 就是说很多成本和代价去得的 嗯 目前的话 今天就讲了这些吧 我觉得 嗯 好吧